生涯其實變成是聯邦相真 愚人得理了 愚人沒有得理的 愚人是贏我們 你們兩個加上輸 就是說愚人基本上 他在現在的狀況之下 市民是選了他 所以市民不選了阿基 市民一樣不選了李卓人 我覺得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如果非建制派都還是 剛才我講了也不重複 只會一次輸兩次輸繼續輸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 那種的方法 我希望非建制派可以檢測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的來號 你們的爭拗攻擊 這個民主派 也都是一個輸的原因 你看回樣子 我是登記做候選人之前 我有何時攻擊過他們 你給我一些例子 我就帶回例子他怎麼攻擊我 最嚴峻的一次就是 我報了名的第二天 說我有同性戀 說我收業過華錢 現在蘋果還說我是 歐連左派的資金 那些全部假的 那如果你這些攻擊 都覺得不嚴峻的話 我犯法 而我都是被攻擊的 我從來在整件事上我是受害者 阿基哥 你的票和比賽人的票加起來 其實比例跟上司相差 比例跟上司相差 那個民主派那個W差不多 你會不會你都承認 你是戒走了民主派的票呢 我再說一次 這個世界沒有戒票的 只有不夠票 但是你跟他加起來 那你都是輸的 是輸 但是你都是解走 為什麼要把所有人的票都加起來 為什麼你不說是吳迪熙 又不是曾麗文呢 但是你們兩個加起來的票 正正就是姚從賢那個票 是不是代表你的票 其實都是在民主派身上拿回來的 如果你有研究我就相信你 港大的 數字就是這樣 數字未必是背後的 你有沒有看過港大的研究 港大的研究有數字 還有找到一些人的票的來源 如果你做一個研究 找出馮永毅那個萬二 萬二票是來自什麽地方的 那你覺得你的票是來自哪些地方的 剛才說了 我是來自那些不需要 也都不想含類投票的人 因為在網上 是有那些人就告訴我 他會投逢影機 現在想問 萬二票是否你預前的得票 還有這個票上的反應 你反對民主派的陰典協商 其實這個理念 選民是不支持你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一直都不肯說你今次是否最後一戰 是否真的要民主派聽完你說你才肯說 今次是最後一戰 都是少的 都陰點兩大陣營都協商 第三種的想法放下去 都被它融化了 無影無蹤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說 我相信香港市民 特別是港大的民調 看到已經有五成人都不承認自己 這次結果反應不出來 他們都開始不承認自己是非建制派 或者是建制派的時候 就是說這一種我要找出一個彩虹出來 找出一個彩色的政治世界 是開始 我覺得港大的調查是白紙黑字 客觀地寫了出來 你還有沒有參加本地的選舉 你會否繼續參加將來的不同層面的選舉 另外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要跟那些理念相近的人走在一起 其實有沒有這些人呢 如果有的話 其實它會不會是中間路線呢 我剛才說你念相同的人走在一起 團而結才能夠做到它的政治影響力 不是說馮檢基 現在已經有一關人要做這件事 要搞到政黨 我重新說一次 我是沒有興趣再搞政黨 因為那個政黨在現在兩大集團的鬥爭 文革式的抽鬥的方法去做的話 似乎這次的選舉告訴我 其他的政治組織不容易生存 其他的組織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都要在這兩大的集團之下備受篩選 你才可以換下去 我自己選不選 我以前都說過到現在 當然我會完結之後回去自己檢討 到現在我都是覺得 我講過的東西都是 到現在都是沒有鬼變 就是說一天看到一些非建制派 或者甚至建制派 他們用一些篩選不民主的方式 去令到香港的政治是獨裁的 是走不了民主的 我一天可以推動民主的方法 我都會考慮和會用 包括會不會考慮選舉